原创不易,请多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视频呢 接着上一集 咱们把这个机头的接线 边框的安装 以及上车的整个流程呢 给大家聊一聊 没有自己接工放的同学呢 就用索尼原厂配的那根线 然后再加上这个斯巴鲁的 这两个对差的线素就可以了 这个线素呢 是一个10帧的和一个6帧的 有条件的同学呢 可以用洗焊 也就是用烙铁 那我是比较懒一点 然后我就用直接拧上去 然后加这个热缩管的方式来接这个线 接线呢 也非常简单 它都有对应的颜色 每一个颜色对颜色就好了 接完之后呢 会有两个线还接不上 那因为是要上车才能接的 一个是咱们的手刹线 还有一个是倒车的信号线 这两个咱们留着上车再接 因为不确定这个线呢 是不是有包漆啊 所以我习惯性的都会把这个线给它刮一下 如果包了漆的话 会把那个表面的漆给它刮掉 然后这样的话 它才可以有更好的接触 下面这张图呢 是一个接线图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喇叭是有正乎两级 然后前后左右一共四个喇叭 每一根线上面都有颜色来区分 每一根线的颜色的代码呢 都跟索尼原厂的那个插头上的线呢 是一一对应的 线处理好了之后呢 咱们先要在线的一端 把热缩管给套上去 热缩管可以让你的整个接线呢 比较干净 没有绕来绕去的问题 也不像电弓胶那样麻烦 因为电弓胶粘的时候很爽快 拆起来特别麻烦 领线的技术肯定有同学比我厉害 我这个就是胡乱领了 领完之后 然后热缩管套上去 然后一烧就完事 这次把这种比较冗长的步骤呢 我就给它尽量给快进过去 免得耽搁大家时间 现在就好了我们来处理这个支架 这个支架呢为了图方便 因为它也不受力啊 我就把这个整个后端的这部分给剪掉 这里比划的时候 我是实际上是弄反的 它实际上应该接下面的那个孔 但是我手指的那部分呢 还是需要修整一下的 但修不了这么多 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是接什么位置啊 实际上呢是需要接在这个下面这个孔啊 它原厂配的那个螺丝呢 有那么一点点小 那好彩呢 我自己有买一盒各种size的螺丝和螺母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就拿了一个小螺母来把它给拴紧 这个大螺丝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用原厂的螺丝 要加上一个小的螺母 然后把它整个弄紧 然后弄的和这个边框垂直就可以了 装好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德行 其实呢 主机这个设计哈 就是要凸出来一件 所以看上去也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套上我们这个中控的那个整个框啊 还是比较贴合的 比较紧 因为这个框 它的大小啊 正好又把那个 那两条小的那个四条 给它往回压了一下 更贴合了 也不用担心它会跑掉 好了 现在咱们装车上的部分 这个parking brake 就是手刹线呢 我们实际上只需要把它和一个接地的线给接起来 然后它就随时处于可以用的状态了 倒车信号线的话是要接28帧那个插头上 橙色带银色点的一根线 这个呢实际上我在之前的装倒车影像的那个里面有详细的讲过 大家可以翻着看一下 包开接上去就好了 这个USB2呢 是接U盘的一根线 它不能接手机 所以我们就把它穿过来 从那个手套箱 就把它放在手套箱里就行了 这个呢是USB1号线 和里边的原厂插头直接对插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只手确实插不进去 没办法 意思一下 咱们这一根呢 是收音机的天线 也是和原厂的插头直接对插 非常简单 好了 接上电已经可以开机了 咱们现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先设好日期 说实话 那这个界面的效果一般呢 不是没有照片中那么好看 然后这里可以测试一下倒撤 影像 倒档挂上去之后呢 这里直接就切换出来了 没有问题 说明我们的线是接对了 然后再测试一次 就是反应很快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把声音做一下测试 这里我用的是一个320K的MP3 然后是装在了USB2号接口上面 那当然也有这些均衡器啊等等可以进行设置 那我现在只是要测试我的线有没有接好 所以就没有去设置 是线有没有接好呢 咱们就把那个均衡器打开 前后左右都移动一下 看看每个喇叭是不是都响 如果是都响的话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最后再测试一下carplay 在1号USB口上插上手机 然后试一下 先试一下网易云音乐 我这边是下载了一些音乐 然后放了一下没有问题 然后退出来再试一下导航 两个都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就可以到此为止收工了 把线收好就行了 好了 本次车机安装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